所稅的議題紛紛擾擾三個多月 股市市值是不斷的蒸發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看不下去 下午突然召開了記者會 提出了所謂郭台銘版的正所稅 他提倡所謂的富人稅 主張針對全台富豪排名前三百名 依收入多寡 每年要繳富人稅三百億元 意思就是說賺得越多得繳得越多 郭台銘認為這樣子是簡單明了 而且又符合公平正義